好,最近就是今年,今年我們AI界蠻受到這兩個的影響 兩個Tuber GVT 那另外一個就是GAME Diffusion Model 這邊就是深層的model 那個這個是作詩,這個是作畫 藝術嗎? 作詩,這是文字 對 Tuber GVT就是語言的model 所以一直出來,還好我是做影像的 那做語言的 我的朋友從來做語言的都很慘 因為Tuber GVT會當我一個Bestline 還有報表面會一樣非常好 然後這個很難訓練 1萬個 1億 1億 訓練不動 對我們而言Tuber GVT它的技術 其實我覺得沒有很難 基本的技術就是那個T T就是 Transformer 所以我們後面的課程會看不到 那差別是說它的,因為用1萬科 所以它的資料非常龐大 非常龐大 所以你要訓練的話最主要 它的GPT1,GP2,GP3 其實我覺得學術上的創意其實沒什麼大的改善 那基本上就是小舊 那你會發覺,但是 這是 Microsoft 那它的潛生 另外一個就是Google Google就是Buzz 那兩個在競爭 現在看起來是 反正是Google 所以害我的Google股票一直跌 那不過我覺得這個會影響蠻大的 影響蠻大的 我相信這邊有些年紀 還是我比較老 有聽過霹靂車的舉手 所以那就好 那個霹靂車 我當我是學生的時代 霹靂車那個講話 我們覺得說 我的老師大概說 大概要三四十年五十年會出來 那我畢業去三十年了 大概 現在差不多出來了 那另外一個霹靂車會自動 自動車會自己開嘛 對,那我們老師是估一百年了 一百年 那現在還經過 你們看起來 但是我 我覺得估還要四五十年 因為我覺得要真正的 完全 還有 雖然你看起來了 但是我覺得還離真正能開的 還一段距離 那是從視覺 那語言我覺得快達成了 但是 測的GTD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它沒辦法推理 因為訓練資料它沒辦法推 它只是一直生成 它沒辦法推理 所以你看 你測驗它推理一定很慘 還有它對性別 性別 可能它是故意的 性別一些 性別它怕人家 或走路的話 它那邊回答都會非常 模擬兩個 它怕出死 裡面 但是我擔心 如果它真的把 把那個 推理加進去 我覺得那個很恐怖 它現在沒辦法推理 可以嗎 但是它會寫程式 可以嗎 大家知道它為什麼可以寫程式 可以嗎 大家知道它為什麼可以寫程式 很簡單 它把 Microsoft把GateHub 買下來 所以 GateHub所有程式 才會推進去 去券 它把GateHub所有的資料庫 跟它去券 那你會發覺 真的厲害的就是 那個資料庫 所以都是你們貢獻的 因為它狂野 你不在那邊聊天什麼 它全部收入進去 那另外一個 藝術 那過去就是game GN GN 就是創造一些假圖 假圖 假圖 Diffusion model 是提在game之前 那game 生成的效果 比那時候的Diffusion model 那不過 game的話 它可能你GateTuning Data 幾千張幾萬張卡 幾萬張卡 所以它深層的速度跟那個效果 收點速度不好 所以 最後起來產生非常震 可以嗎 所以 這兩個應該是 最近五年 應該會蠻大的話題 那這個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 有看過小丁 小丁當他在畫的時候 就很好 你看他就是給一個作業 然後他會把你 投擲起來 就是現在的狀況 他就直接 把它產生出來 有了嗎 好 那我們 中國有主約 然後 歐洲有蘇格納底 那像我的話 我其實 比較不喜歡 孔子這個 那孔子他就是如果被死 如果被死就是 我告訴你要做什麼 我告訴你就要做什麼 如果被死 那蘇格納底就是 給一個問題 那他會一直問 一直問你 就是一直問下去 那他就是什麼 不知道 就是你給的東西 從你知道的東西一直推理下去 那事實上 在AI的model裡面 這個失敗 就是過去的我們AI是 路歐貝斯 就一條一條的 叫做路歐貝斯 可以嗎 路歐貝斯說 然後我們不能闖紅燈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很多人是參考用的 對不對 過去啊 大陸之前也是參考用的 所以如果貝斯一定會 有人違反 或另外 很多 所以如果貝斯是 失敗 那我給這張同影片的 的 主要的想法 就是我上課的方式 就是我會給一個問題 然後 讓你們思考 然後你們給解答 就這樣 那譬如說 子約子約子約 我的問題就是說 欸孔子是不是四字 因為都是人家幫他寫的 子約對不對 你覺得孔子是不是四字 有沒有證據 那什麼穿秋 那可能也是別人想 那就是 會有一些 那 對AI而言解釋好 我要認識這個語言model 或認識一個固件 或什麼 基本上我們會一個model 那你們大家 我剛問應該是沒有 我馬上大概就是理工 理工的話 包括地球或什麼 那基本上 你要去研究 你就會有一個方學 對不對 那你方學就有一個model 然後你有不同的參數進去 然後我們怎麼把這個方學 把他逼進出來 這個AI做的 那剛剛 chip gpt 他為什麼 會 做那麼好 那 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世界是三維的 然後大家有個時間 四維的 對不對 那事實上 chip gpt 是幾億維 對嗎 幾億維 把他參數丟進去 那你參數丟進去 那幾億維 你可以看 當你未知的丟命 他會產生 你根本不知道 的東西出來 大家覺得電腦有沒有直覺 對 電腦 就是AI 有沒有直覺 直覺 直覺 我們一般覺得說 AI沒有直覺 錯 我跟你講 全部AI都是直覺 他就一個方學 沒評過 一副接近他就直接出來 他完全沒有 沒有在做什麼 他就直接沒不出來 所以基本上 AI完全都是直覺的 你知道嗎 他就一個面具方學而已 非方學 非方學 那我請問我這門課 是說 我對那個 函數 我可以把它拆解 那你們學到 就是這個函數 我怎麼去定義這個函數 然後為什麼定義這個函數 我怎麼去做 這樣 可以嗎 我這門課 我希望能達到這個需求 好 好